瞄了一下留言 我发现今天大家的对话 不错 因为我看得很快 虽然还是有一点点 这个针锋相对 当然要针锋相对 但不要过于留意情绪 不要过于 我这个人是非常赞成要有情绪的 但你对自己的情绪要觉察 对自己情绪要负责 你的情绪真有那么正当吗 如果真的那么正当 本来就是要义愤填膺 我看到 最近美国前个阶段 所谓的华裔 好像还是台湾出去一个叫杨安泽 代表民主党角逐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的 他有下场 那后来到一个阶段 他就宣布退了 他发了一个帖子 说他有天在外面走的时候 碰到三个人 就对他恶恨人的 给他一些不舒服的脸色 他忽然间让自己有羞耻感 有趣 他感觉到一种羞耻感 他不是恐惧感 他说哎呀 好像我们做错什么 为什么 就是刚刚讲 川普包括这个很多 这个白人的主流媒体 都是甩锅给中国 所以包括连什么缅甸人 什么其他人还被砍了 一家伙 我看三国被砍得满脸是伤 他一看他搞不清楚 你是越南还是缅甸 还是中国还是日本 一看那个黄连孔 就砍了 白种人的忽悦 听说他是个默契割异的 就杀了 所以有色人种 跟有色人种之中 还是会分的 刚刚那个 我说那个 周小新 是蛮有一些阶级观点的 改天有机会谈谈 我是同意 要有一些阶级分析 但是阶级分析 有时候放在个人身上 比如上次叫分析一下 宇宋 这个我就不太赞成 这个还是有很大的 这个其他的面向要考虑 那回来继续谈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这个杨安泽竟然说 那是因为 我们对于爱美国 本身这个地方 做的不够努力 不够积极 他还回想提到 二战期间的时候 因为曾助长事变 美国跟日本就开战了 那么当时有一些 在美国的移民 变成美国公民的 忽然间 就被抓到集中营去了 对他们觉得 你到底是心向美国 还是心向你原来的母国 美国是你的祖国 还是日本是你的祖国 这个就把他们关起来 日本人那时候就蛮惨 那些日本移民就蛮惨了 已经具有美国身份了 那怎么办呢 压力很大 一种方法就是去从军 我去当美国兵 然后跟日本人打仗 那就这样才够证明 我是终身的 所以他还有这个 杨安泽意思是说 我们应该学他们 我们应该表现 更爱盖美国 来消除人家 对我们的忧虑 哇他这一出来啊 就引起很多争论 有些人好像 有点呼应 可是有些人就不同意啊 如果这种种族歧视 这种不当的归因 而且这个乱打 有些东西甚至是自己的错 自己不检讨 然后就用这种种族 或者各种各样的性别 用什么就 转给比较弱势族群 这是个错误的行为 我们应该针对错误的行为 直接对抗 直接加以批评 叫他们不可以搞这种歧视 而不是说 哎呀 那歧视让我有压力 让我让自己有羞耻感 那怎么办呢 更努力的去表现 争取对方的好感 有没有骨头就差在这些 认识的差别 也就差在这一点 所以杨安泽这个东西啊 还搞到差一点 我觉得有一阵子 大家捧他捧得很 这也是很可笑 人家已经是美国人了 就算他过去是华裔 不管是台湾出去 干你何事 自己这么乐 好像他当了美国总统 好像你也当了美国总统 我就不知道他乐什么 我对台湾的这个选民也是这样 什么苏贞章啊 蔡英文是我们屏东人 屏东人有什么呀 他当总统 你也当了总统啊 门都没有 那胡乱认同 又不看具体的政策 要谈屏东 那就看你给屏东 什么样的具体的政策 对我们有好处 被屏东好处 给我有什么好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疫情下来 当然有阶级的差别 那国跟国之间 也有强弱之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弱者如何自处 像我刚刚讲 杨安指的 已经在美国混到可以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初选 总是一咖人物吧 不会是跟很多人比起来 他可是一定的强者 结果来到更大的压力情况之下 他竟然有这样的反应 你就知道 人的行为是多么的困难 从某个角度也很自然啊 很正常啊 自保为先啊 零个低头啊 争什么理念 你明知他歧视 你明知他这样的错误 可跟他争 争得赢吗 第二个 争要付出代价 搞不好那没争到 还要反而被 还被打得很惨 打得很惨 但这个就是 到底你要用什么 往哪个方向走 那杨安泽可以混得这么好 原来他是如此的混了 怪不得很博得美国主流的认可 可以登上政坛 当然是不足取 那刚回到讲 中美之间 从原来的贸易大战 包括这一次 我是外行啊 我听到讲说 美国的股市在这次之前 本来就是过度膨胀 以他们的经济实力 不足以支撑 更不要讲钞票因那么多 负债负那么多 我看到一个资讯说 美国现在负债 23兆美金 23兆 大陆都讲那个万亿 台湾讲兆 千亿 万亿 一年的利息就7000亿美金 本来就已经很难撑了 那就是借债还债 然后用举债来买这个支撑股票 都是泡沫 早晚要崩 川普当然是要把他撑撑 撑到他这次选完再说 那早晚要崩怎么办 厉害了 他如果要再干四年 就把问题转嫁给别人 拿别人来垫底 美国人过去世界恶霸 呼风范雨 拿别人垫底 大陆都叫做割韭菜 割别人韭菜 别人都当做一个带罪羔羊 带罪牺牲品 这是中美的贸易大战 然后进到科技战 都在搞这个玩意 忽然间因为疫情发生 现在同样的 这个战争已经在进行了 所以我刚刚看到 这个周晓星在讲说 美国现在发钱 应该已经是过去 我的看法跟你不太一样 当然也许我是在台湾 我比较悠闲 我对于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 恐怕 很有可能是会用战争解决 过去的规律都是这样 现在一个产生一个很大问题 过去碰到这种情况 从二次大战之后 为什么会有联合国 就大家知道代价太惨重了 一定要产国际合作 为什么有欧盟 各地要找什么各种各样的组织 希望能够通过结盟 互相认识 互通有无 互相共利 当然在共利之中 还是会有一些竞争 但至少不会搞到恶性竞争 然后大家撒红了眼 可是中美贸易大战 把原来这个格局 开始破坏 美国人这个翻脸不认人 也退出这个 退出那个各种各样的 国际的相关的组织 川普上来开始 把原来的这个游戏打破了 那这次疫情 大家都知道 要联合起来 要跨国合作 要全球视为一体 可是我刚刚提到欧盟有吗 欧盟在第一时间 你看到意大利出世 德国 一开始见死不救 还去拦截瑞士的口罩 这次里面最精彩啊 改天专题来讲口罩 这个口罩政治学 什么样的花样 什么样的这个斗争 什么样的一种 稀奇古怪的嘴脸 什么样的一种厉害的盘算 全部展现在口罩之上 包括要不要戴口罩 川普到现在嘴巴硬 承认说好像戴口罩有用 我随便讲 想到台湾有个立法院 叫陈超明 他那就是比较早期的 这种这种比较草根出来 那种立委 国民党在苗栗的 疫情一开始 他在立法院里面 执行的就提出来说 那时候口罩不够啊 忽然间要这个量 要量要增加 然后马上就出声 他宣布绝不出口 也不可以提供给大陆 那内部自己也有紧张了 大家开始抢口罩 陈超明这个立委说 应该自己来做 鼓励自己来做 被媒体 特别被绿的 绩效到不行 是这么没水准 是什么样一个问证态度 我们这个多科学啊 我们的口罩多棒多棒 怎么可以用手工缝呢 现在回头看 他真有错吗 我看了一些研究说 口罩当然有用 可是未必到那么神 比洗手没有效果 没那么大 但戴口罩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至少你不会手直接碰到 你的鼻子跟你的嘴巴 相对于这种飞沫 那个作用更大 如果以这个 在那时候一下子困窘 口罩供应不上 他叫大家用步步 先防一下 有什么不对呢 我现在看到不少人 像我昨天就看到 有一位那个什么林静怡 经常上节目的 才做过总统发言人的 他戴的就是个花的口罩 我知道不少人是戴两层口罩 他搞不好也是两层 里面是这种防疫口罩 外面加一层布口罩 如果从这样回头看 当时陈昭明不是被冤枉吗 被骂的臭头 骂他的人现在自己回头看 你骂的对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 欧洲欧盟 互相抢起口罩 差点分崩离析 我看德国后来 慢慢觉得不对 因为德国是欧盟的龙头 到底要不要大量的印钱 到底要不要怎么样 英国脱欧 本身已经给他们带来困扰 所以你看到了下半场的时候 他们就用飞机 去载西班牙 用飞机去载意大利的 重症病人到德国去治疗 开始展现跨国之争的合作 但不要忘记 在那个之前 我们很瞧不上眼的古巴 我们总认为古巴是落后的钥匙 古巴的医疗系统是一级棒的 他们老百姓抗病从来不用钱 古巴 早就到十几个国家 去支援去输出了 中国大陆最近要给他们一批口罩 透过美国马云 美国人竟然把他扣下来 美国最近到处都在像海盗一样 这两天报纸都看到 专门拦截抢人家的口罩 这样像样吗 这样能够当龙头吗 所以我刚刚这一节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 中美这一次因为疫情 所带来的更尖锐的矛盾 好像 要跟说联合起来 合作 跨国的合作 互相帮忙 互记有误 背道而耻 个别人一开始也是自私自利 个别的国家都是 这个展现在普遍 这个湖北人到处在中国道路 被人家歧视 武汉人正式出门 人家就另眼看待 也不是只是只有 这个白龙人歧视黄种人 这些都是第一时间的 可是如果经过理智思考 该往哪边去 问题是 会照理性吗 资本主义的发展 你真的能够改变吗 刚刚讲那个矛盾 如果更尖锐 他会怎么收场 所以我上个礼拜问说 还回得去吗 回到哪里去呢 人类经过这一波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思维呢 台湾夹在这两墙中间 本身又作为荒腔走板 稀奇古怪 在两岸关系 介于防疫而更加尖锐 我们会不会变成炮灰呢 如果发生这个事情 真的对两岸该怎么看待呢 进段广告再回来